大家好我是大宇 今天由我两个梅拉拉来采访两个老年Gate 我可以一直采访了 我是80后你们两位呢 我们是哪年的 可以不说吗 答案就是我们是有一些勾勾在这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拉拉对话Gate 我亲信言的 我们俩一样 哇乱生姐妹花 我很好奇 因为我在崇尚圈长大 崇尚圈还算是一个所欲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个人被封上了一个贵都的地方 北方或者说就是偏中部一点的地区 对这方面的包装度所谓的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这个LGBT流那种成长环境 自我认知的这种进入力 我们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在我成长那个时候 其实还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我在安徽的时候 我成长是在农村里面 那个时候其实是 同一年这个概念我都不是特别有 就觉得你要提到这个事的时候 好像要么是犯罪分子 要么是特别坏的人 当我的内心里面产生一点点 跟同一样的三个字有点联想 或者有点觉得好像是不是我的时候 我就马上内心里面 又有另外一个排斥的声音 就说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人 这太坏了 这样太惹性了 我绝对不能做这样 我现在在上海 原因就是因为北方的那种 对至少我觉得我身边吧 对LGBT的态度 或者身边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现在还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很久没回去 我因为我做公共的原因 其实我是去过他们那边 跟南方比的话才是有10到15年的差别 这个字还蛮夸张的 你最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这种 性取消的时候大概有多大 非常小 我学到五年底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 我暗恋一个同学了 已经明确到暗恋 我已经明确 因为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都要头去往那边扭 就是看那个人 我会跟我们那个男生同学 传一条 写一点酸酸的那种话 你刚才说怎么酸 当然也不知道同学这个词 也不知道这是爱情 或者暗恋 所以你写的词只能说 你为什么不理我 是这样吗 这要酸一点 作为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样 就类似这种 作为朋友 你怎么可以跟他呢 不跟我 对 要引发他的注意 投射更多注意在我身上 我才开心 我那个时候 也是五年级的时候 就喜欢班上的某一个女生 上几乎课 做体操的时候 就会做那个转体运动 一来一弄 全故意地看她 转回来 卡在那儿 我那个时候因为上课 你不停地扭头 就是你上一节课 可能要扭什么五六次头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黑板在中间 你为什么要老是往后面扭 我在初中的时候 暗恋我们班的一个直男 就是瘦瘦的长得很帅的 瘦到什么程度 正常 就现在说的那个叫什么 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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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有点贬义 但是就是那样的人 我比较索色的 对对对 对 然后他爱踢足球 我就老跟着那个鼓务场 给他鼓掌 去他们家玩啊等等 反正一定要跟着屁股后面 他年龄这么大一点 像你们的青春期 萌牙的时候 那个时候 十五岁 还记不记得 你们跟那个童信 去这样子的 交友的这种故事 因为那时候 没有交友的这个网站 对吧 因为我还没上网 那时候 我们是很早嘛 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当时生活的地方 是从这个小的地方 然后在那后面呢 其实也都是在县城啊 其实是没有那种什么渔场 所谓的渔场这种概念 你不知道到哪里 找你的同类的 其实真正的这个交往 还有的广州啊 在大城市里面之后 才有这种同类的概念 你那个时候 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 你会在那个竹子上 树上 去墙上 让我的名字 对方名字吗 我爱你 某某 我觉得有两个阶段 就我刚才讲 和那个就同学的 那个15岁 情动初开的时候呢 其实不太分 只要是我班的 我认为好看的男生 我可能就会有 安慰了情愫 但是呢 到了18岁左右的时候呢 我影响很深 其实就普通的同学 已经满足不了 就不是满足不了 可能意识到 不是同类人 没有回应嘛 所以就会去找同类 就像你说的 没有软件 很难找 但是那时候 不知道什么机缘 我发现兰州的地方 有个渔场 就是在黄河铁墙 喝到这个 我就有个问题 突然间还是 我想我也讲 因为你说渔场 跟大家刻度一下 其实渔场 其实可能 我觉得还是一个男童年 这个在早年 那么交友的地方 比如说他去公园 很多城市里面 会有一个公园 或者厕所 对 因为他在 比如说公园 他可能某一个区域里面 就坐的 都是那些同类的人 那的确是 很多都是在 刚才说的厕所 或者河边 或者什么公园 张元 以前有个电影 是叫东宫新宫 大概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 有点像线下的APP 就是可能不知道 什么原因 同类人就会聚集在 那个地方 而厕所又是一个 很容易发生行为的 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 有某种磁场 所以你是现在 还去公园吗 我们就不用 因为第一 就是我有对象 是吧 像我们这些时代 后面交友 其实还是用手机的 跟公园网 用APP交友的 但是现在这个鱼场 其实仍然有很多 有 因为我前两年 不是去洛群拍 这个视频吗 完了之后 我就去到很多公园 很多城市 他们现在还有这个公园 那这部分的 受众是什么呢 其实因为有很多 老年的 他们在这个地方钓鱼 当然 这些爷爷 祖族 他们也是知道 现在有无论人 他们也玩 但是他们依然 很怀念线下的 这种交友 会有一些年轻的 男生群体 他们会在这个地方 跟他们产生一些 互动 还有一个场所 浴室 浴室因为是一个 很容易集中 男性和男性 女性和女性的 而且很直观 对 那这个就很北方了吗 就是 兰昼市有类似 在社群里传播的 同性浴室的那种地方 而且还有什么 看报纸 你看原来那个报纸 报刊庭 报刊庭 或者报刊男 拿到那个街旁边 然后待着那看报纸 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人手 就别在后边 其实都趁机 都偷摸人家 哇 这个有什么暗号 有的 他其实 他手呢 可能后面有人 靠他近来一点 他去磨别人的身体 如果对方没有 把他身体挪走的话 就暗号就对上了 如果对方不喜欢 这种方式 他就挪走了 就觉得说 OK 这不是自己人 男生的河边 他的方式是 问你几点 不几点 一般如果认真 回应你的 有一个人来问我 都没戴手表 你就往空气中打一圈 然后这边没有表 哎呀 不顶了 很像男生话 这么一愿意回应他的时候 他就知道 可能是同位人 像你们刚才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你去交友的故事 不是因为我老公 在旁边 而是因为我真的是 我在生活当中的交友 都是在生活没遇到 我初恋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然后我后面也是 我写博客嘛 认识的 我现在这个 我们俩是在这个 软件上认识的 你好正经哦 你是一个很无趣的女孩 我很无趣 这一段是因为 这个也是年代感 就是听广播 类似午夜温馨那种 大概有个男生 投信给那个 归音员 我一听我很共鸣啊 这就说的是 我们的心情啊 男生讲自己 和一个朋友的故事 但是很明显 不是朋友的关系 我就听出来点 同志情感的感觉 最后 对还要留地址 很奇怪 归音员都会说 刚才的这个来信是 我赶紧记下来 然后然后写信 我跟她变成比友 然后最后还见面了 我都想起来了 那个雨晓 就是她告诉我的 你那个时候 这书信还留着吗 早都不知道了 而且一见面之后 发现她不是我的菜 这是一个薄琴的女人 我记得她在一个 好像是我 哪个地方有个铁站来 我们就在铁站里面 前后 稍微焦过了一下 怎么有一种铁方类的感觉 对 铁方类的感觉 据我所知 你们二位都经历过 非常厉害的出贵故事 在我的印象中 就印象蛮深刻的 铁帆哥们的观众分享 我觉得出贵的事情 反而讲应该是 差不多20年前 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进入了婚恋期以后 父母的催婚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那个时候 刚开始是躲躲藏藏 都不想说 或者说自己没准备好 勇气不够 但是最后面的我妈妈 后面生病 生病的话 在离世之前 我就觉得说 跟我自己最重要的人 最亲的人 就没有说真话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的人生 其实影响蛮大的 我就觉得说 不行 我要跟我父亲讲 跟我家里其他所有的人讲 我来讲 其实后面这个出贵都挺顺的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 然后当我去跟我的亲人出贵的时候 他们不觉得我是一个 好像你在学坏了呀 谁影响了你呀 我平时都很信任你 这个事好像我就接上了 因为没有那么复杂 我跟我的对象 结完婚以后 因为我们俩在 这个前两天接的婚 结完婚以后 我她秀了一把 还趁机秀一下 然后我带我帮你回老家的话 其实我所有亲戚都这样 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你那个时候在农村出贵的话 有没有遇到一些阻碍 因为经常过来跟我咨询出贵的 这些网友 他们会有很多种理由 不出贵的 对 我是农村的 我父母就是没有读过大学 对 我们家人身体不好 我是农村的 我父母没文化 对吧 然后这个没见过什么赤面 那么各种各样的都干了 信息又闭塞 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其实是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激劳我自己 不觉得我是一个同年 好像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也没觉得我做错什么 所以这种坚定其实在这种要终 负面的话 因为当我妈妈去世这个事情 给了我很多起码 我就觉得说 我跟我最重要的人 我不想讲假话 我就是想跟你讲句真话 我如果天天瞒着你的话呢 其实你也担心 那我就不如跟你讲真话算了 所以一个出贵是跟我妹妹讲的 我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 19年 那个时候复旦还开一个同一天的客人 那时候邀请我去那边做分享 复旦的那个学生 把那个教室站的台阶也坐满 然后窗户还都坐满 上海的报纸报道 过来一部广州的报纸的采访 说到这个新闻事件 我回来之后呢 我就跟我妹妹出贵了 我妹妹就说 啊我哭了一个晚上啊 她说不管怎么样 你是我哥 然后呢我都会那个理解你啊 家人其实最后 她还是在关心这个层面 所以从你的出贵故事里面 即便你的那些所有的网友 在担心 在顾虑的那些所有的buff也满了 你觉得出贵最核心的 还是一个强大的自我认同 以及你觉得这个是爱 要跟你妈妈去分析 想要跟你最亲爱的家人 对我觉得这是我对他们的爱 和被他们的尊重 我非常赞同的一个 我认同没那么好了 我感觉就是内心 或者说你的社会工作 这些阅历 或者你写博客也好 参与这些LGBT的公益也好 可能给你充了很多电 给了好多能量 我们就平常人啊 平常老百姓就没这么厉害 所以呢我出贵其实还蛮 有点波折啊 我最开始的跟我爸出贵 其实是被迫的 我和我的前前男友 在兰州的时候 就是没有住在家里 住在外面租了个房子 哎我爸就说怎么 很长时间不回家 然后就委托了好多我的朋友 说去找我 他说我为什么那段时间 不接电话怎么的忘记了 后来找到了我们出租的屋子 直接刷过去 然后就发现我和他住在那边 你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都已经上班了二十几岁了 但其实我当时还好 我没有特别害怕或什么样的 我就拉着我的那个男友的手 说啊你今天就接受我们 你要不接受的王 就从当时出六楼 我从六楼 结果呢 你爸说我不吃点烧 没有 不是我爸 你跳 我不对 我爸说你跳就跳 你跳我也跳 他还不跳呢 我爸就这样 在这之前啊 他把我那个出租屋的 所有东西都砸了 电视玻璃茶几 什么都都砸了 两个人烈你啊 他好曼的 但是我说我跳 但是我没害怕他 然后拉着我男朋友的时候 戏剧化的发生 那我男朋友不想跳 我不会跟你同学 他在往后撤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我心想你为什么 就哪怕演演了啊 因为我都我爸的 我其实觉得我爸不会怎么样 你爸也懂你 但是他拉着我 不让我跳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戏眼不下去了 那次呢 算是我爸知道了 虽然也很生气 也没什么结果 后来呢 我和那个男朋友呢 就离开了兰州 去了深圳 打拼 然后我爸呢 就远远的稍微关怀一下 心知肚明嘛 所以说啊 你要不要学个车啊 你要不要好好工作 只是表面的那种关心 就也再不提 什么所谓的交女朋友啊 婚事件事件 到我到上海考研之后 当然和那个男友也分手了 爸就突然开始提女生 家里开始提这件事情 总忘记你是同一件事了 对 这个异性恋的世界 洗脑洗的 我是也同样的看法 我就说 是不是该结婚了 所以文化是很强大的 我甚至觉得 自己是该结婚的 虽然那段时间 已经跟同志 谈过多少段恋爱 什么也混各种圈子 也去酒吧 都已经知道 这是一个圈层了 可是仍然会觉得 我该结婚了吧 然后呢 就上网找拉拉 想要行婚 哎呦 故事来了 那时候已经是我 现任的这个 伴侣涛涛 然后呢 涛涛呢 也非常认同我 涛涛说 他还认同你的行婚 对啊 然后 他哪一块去做这个事 可能给我一点POA他 我跟他讲了很多大道理 我说 看咱们俩在一起 擅长这个 可能要安排我们生活啊 未来很幸福的生活 需要现在开始铺垫 类似这样 然后他说 好啊 他很挨人 他就觉得说 那老段说的好 我就愿意配合他 然后呢 甚至是他帮我上网 找什么拉拉的论坛 对 他有一次找到了一对拉拉 就是跟我们一样 就很在乎感情 在一起六年了 然后就觉得说 各方面都还不错 有一个在上海 就各方面条件 都好像很合适 现在有个词叫闪婚 就我们在半年之内 就立刻原定终身 然后 银正了 银正了 你总是行婚 你们就是直婚了 对 你是直婚了 这叫直婚 后来呢 因为他也有个伴侣嘛 就计划呢 是说 等再过几年 他到他们的压力 更大的时候 和那另外一个拉拉 就一起在结婚 我们两两 两两 变成一个四人家 然后在我行婚的 大概第二年的时候呢 拉拉分手了 跟我结婚的拉拉呢 说他去找了一个 新的女朋友 本来我们原来 所谓的口头的约定 说要一个孩子 这个事情 本来她是愿意的 她说那个新的女朋友呢 是一个淑女 已经带了一个孩子 可能也是经过过 一个异性婚姻的状况 说我是喜欢孩子的 我也有了 我说这才怎么回事 你闪啊 我们的邪力 被放弃了 我当时还没有特别的绝望 我就觉得为了涛涛的未来 但这个事情变得很奇怪 她的新女朋友 绝对不可能再和涛涛结婚 当然 因为她已经是一个离婚过的人 不需要 她已经交代过了 跟社会 对 跟社会交代过了 所以那时候说 那如果涛涛再找一个拉拉的后 我们家人数会变成几何倍的翻炸 这个池子太满了 真正的矛盾是在于我和涛涛 之前我没有意识到 就在这两年的行婚中间 其实我一直忽略涛涛的感受 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说 涛涛在家里头像一个仆人一样 因为要照顾我们做饭洗衣服 然后同时呢 这么夸张 有有有 太夸张 这个时间涛涛是没有上班嘛 然后我们天然来认为 我们是在外面上班的 甚至拉拉也会觉得 她是在外面上班的 然后回来以后 衣服之间的洗衣机 或者做饭的时候 好像多一张筷子也未尝不可 就那种感觉就很微妙 就是拉拉也觉得 多一张筷子用的怎么样 我也觉得 以后要有生孩子的人用的怎么样 她那个拉拉的女朋友 是因为长期在北京还好 然后涛涛长期住在这边呢 双方父母呢 有时候会所谓关心你 来打电话一声送点饭 这种情况在异性内 可能是OK的 可是涛涛非常不OK 我们住在一楼 涛涛每次都要从一楼的栏杆翻出去 就每次 比如说我们姐姐打电话说 涛涛他们旁边来了 涛涛从那段时间之后 就有一个硬气反应 之后的好多年 听见门铃响 就会害怕 我感觉已经有严重的PTSD 听上去我觉得这种事情 不OK的 我们的网友经常跟我们私信 包括很多刚刚住柜的那些家长 小孩他们到群里里 也有这个强烈的这种 行婚的诉求 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住啊 我之前也拍了 可能有四五年的 一个行婚的这个夫妻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信誓旦旦说 那才行婚的 是因为他们处理不好 这个关系 我们的行婚不一样 我们处理的非常好 非常好 关系很好 我们可以搞定的 太完美了 结果拍到第二年 拍到第三年 拍到第四年 非常的 现在我头上就是扎满 就是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变数 两个人在一起结婚 就是一行 他们有爱的情况下 而且还有共同的孩子的情况下 去结婚 这个家庭就不一定说 没有那种 算别的事 再加上我们四个人 五个人 六个人 拉拉也是朋友嘛 所以我没觉得 我处理的不好 行婚最大的障碍 其实在于自己的爱人 这个点是 我是觉得 你绝对不可能 忽略和超越过去的 就是你可能意识不到 他可能在容忍 或者可能在受挫 这个部分 我觉得没有人解决 也许你会说 我现在是单身 如果你真的是同性恋 你迟早会找同性伴侣 所以你怎么处理 这个同性伴侣的情感部分 家里没有滔滔的一张照片 不允许有他的衣服和鞋的时候 或者要藏起来的时候 它是没有存在的 它是个影子 已经行了 已经面脱面人 而且还要去当 为什么一个伴侣的隐形 当然我们这个反思 是在和拉拉离婚之后 我们很长时间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私下的 我们一直在讨 因为涛涛可能当时都没意识到 就他受挫的这个过程 被批威了 是的 所以我们后来 做了很多这种交流之后 涛涛才意识到说 他其实受害者 也差点跟我分手 反而是好像石头落地了 也离婚了 反而涛涛差点跟我分手 我现在越发的珍惜 这个情感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有点赎罪 我觉得有点特别不好意思 你是有什么方法 在赎罪呢 我现在不知道 现在就 别的不用说了 一定要做那个 疫情监护啊 刚才这一段 我听涛涛讲的这个版本 就是说 当他这个父母一方 可能要来了 接到电话的时候 有时候他要躲在衣柜里面 是 或者有时候要躲在床底下 因为有时候父母来了以后 还不走 你知道吗 他聊天 聊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他在床底下 还想上厕所 说他还有鼻炎 在衣柜里鼻炎的人 不能打喷嚏的感觉 你想一想 我不能想像 我不能想像 我觉得这都已经 属于虐待了 家暴了 请报警 对 拿那根从窗底那边 要翻出去 这个危险的系数还蛮好 我现在意识到了 我现在对他很好 在行婚这个事情上 你从你的这个亲身经历来讲 我们的这个频道 也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说 对 哎呀 我好想行婚 好像行婚是一个 完美的解决方案 我们又实现了 我们父母的这个愿望 看上去挺完美 你作为一个过来的 我觉得如果现在网上 有很多网友 对植婚是非常谴责的 可能就道德上面 觉得你是不好的 是欺骗的 但是对行婚的 往往觉得是 好像还OK 我觉得呢 就是为自己的伴侣 考虑更多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 如果抛开这个部分 只是说行婚本身的话 我是觉得 首先关系中间 如果是一个虚假的 它一定会带来 很多麻烦的 比如说 你要的孩子 会不会将来有问题 两个人生活久了 财产会不会有问题 就很现实的问题 本来也会有很多困扰 更何况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也有很多情感 很难处理 而且一个谎言 去盖另外一个谎言 最后就是整个 生活前 我自己的认识 就是说生活 弄得简单一点 跟家人也都算是 出柜了 然后找一个 很不错的伴侣 结了婚 我非常非常满意 而且我也没走那么弯路 本身就是一个弯人 你还没走弯路 我虽然很弯 但是我没有走那么弯路 你的第二段婚姻 我的第二段婚姻 就是婚 陶陶结婚 这个是又真实又幸福的 一段婚姻 2015年 因为中国现在还不能结婚 去美国 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美好的婚姻 OK 我是金牛座 是一个特别不懂浪漫的人 可是呢 结婚这件事情 我非常在乎 林离开中国之前呢 我偷偷地买了一个戒指 一个小小的钻戒 然后就藏在行李箱里面 我一直没告诉他 我很好奇 为什么是你买的 在我看来 谁想表达心意去就买 当时我是特别想表达 因为涛涛那时候呢 对想去结婚 没有那么期待 我认为身边很多 gay啦啦的朋友 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一起十年八年了 很OK 不用结婚 就觉得婚姻 没有带来什么喜悦感 我们偷着藏着 过着很好的日子 当时已经在一起十年了 我们决定结婚 因为我是个艺人 我就觉得 哇一定要我们要仪式感 我们要嗨起来 然后我就说一定要去 出发之前我就很嗨嘛 我就找了一个 特别懂奢侈品 没有 当时因为涛涛在管理钱嘛 我们家的银行卡在他的手里 打了一短信提示 说少了一笔钱 涛涛打电话说 怎么刷卡了 就说少了一笔钱 我说公司拆借 然后我就赶紧 说找了个理由 他也没多想 轻轻放过了 这个借主就藏 涛涛一路就很奇怪 说老段怎么变了 说结婚 真的男人就变得不一样了 结婚借主 我为了藏好 我是藏在皮鞋里的 因为害怕被他看到 因为哲学皮箱 连过安检的时候都说 你跟我分别通道 你在那边坐 我在这边坐 因为翻开也许也会有 要打开检查什么 到了美国之后呢 我说你躺床 别动 我去整理皮箱 然后到处藏了那个东西 一个戒指盒子很厚 然后呢 他们说结婚真好 结婚以后男人就变 结婚在现场 我呢是还穿正装 穿西装的时候 他都知道我是那个 比较懂礼仪的人 可是那天我说 因为戒指藏在这个口袋里面嘛 然后我说 扣子不用系就这样嘛 因为系不住 人家记住到 还被我捂死了一个包 然后涛涛说 这个人怎么到关键的时候 就不太重视这个礼仪的东西 我说你别管他别管 你去往前走又好了 最后直到那个礼仪 说要交换戒指的时候 我就从里面掏出戒指 一个带形外 一个带袜子 我已经转移到这个口袋 像我们那龙孙党 人家打工回来 把钱藏到那个口袋 等一下不能掏钱 当时涛涛就因为这个戒指哭了 我 对你接受林潮 我们是在洛杉矶的那个 有一个图书馆的婚 其实很简朴 可是我们 我们更简朴 可是仪式感很重要 我觉得 我也很像 是我觉得我本来可能爱激动的人 我觉得很喜欢那种氛围的东西 不是我身边很多朋友 看了我们视频之后 他们说 也许我们也可以对待自己生命不一样 有一些好玩的方式 我现在你说结了婚 其实我也知道 我那结婚片可能在中国也不认对吧 但是每次别人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问你结婚了没有 我都添已婚了 我都添已婚 你认不认识你的事情 我确实是已婚 是我自己的认同 疫情的时候 在我们小区里经常会有一些查 一些你的居住情况的时候 我们都是 我都会问我们楼长老太太 我说 她那个里面就没有男性伴侣的填法 我说这怎么填 我就问她 她们知道 都知道 我们小区里都知道 我们下去做核酸的时候 都是要手拉手 然后腻在一起做核酸 我感觉我在这人受煎熬 大家在很多 还没有结婚的 这个LGBT群里 咱们在国内 它就会有一种 怎么说 包括像我之前也是这样 我会觉得 如果说我跟我的伴侣在世 那我就国外去弄一个这个账 其实拿回来是没有任何的法律效益 这有什么意义 很多时候你这个意义 到底是给别人看的 还是给你自己 我是向自己 向你看的 我觉得这个关系 我认可这个关系 而且我这个关系 对我来讲很重要 婚姻这个仪式 是做给我自己看的 我这个婚姻呢 在一些同性婚姻 和把话的国家 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大家都是世界人嘛 我在美国的时候 那我的伴侣 他其实是可以 拉这个接触签证 然后去在那边工作呀 工作序格 都是一样的 就跟一些一模一样的 那你的那个 领证的过程是什么 我领证过程 就也非常简单 我们是在线接的婚姻 因为疫情嘛 我们通过Zoom接的婚 然后那个 很有趣 对非常有趣 因为是犹他州的那个 他民政局的那个官员 接入到了 对也是民政局 要接入那么前 然后呢就开始讲一大段 说啊你明天如果生病了 你要怎么怎么样 反正你就去说 还同意 这个承诺的那个瞬间 其实还蛮微妙的 也要说无论你生老病死 你会过一下脑子 但是那一下脑子 你会觉得 一下子也会觉得 就很上头 什么我现在在你的眼里面 看到了热泪 热泪倒没有 但是确实我也很激动 这个承诺 尤其中国人 可能有时候 也很难表达出来 在那个 有点被迫的仪式中间 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内心的 那个冲击还是蛮大 但是如果不用母语 去讲这个的话 你的这种 情感还有这么强烈吗 有啊 我的英文很好的 我时间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样 女人只不过是一个载体 但其实你要表达 就是你的心 我那次结婚的时候 我也用英文讲 但讲得太短了 我后面有两个 一点后悔 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准备一下 写一点 这个表达 对我老公的爱的这个语言 什么之类的 我就是按照我自己心来讲 那一次就是最好的一次 你那时候 你准备什么 我大概就是非常按流程 就比如说 无论什么什么 我当时还说的中文 英文也不好 就说的中文 然后说无论什么什么 我愿意什么什么 都是中文的那种表达 可是就是可能因为戒指 我见不得滔滔掉眼泪 滔滔当时掉下眼泪的时候 可能是觉得我好浪漫的感觉吧 可是他一掉眼泪 我的眼泪就不行了 我就立刻抱住他 然后当时就被抓拍了很多镜头 就我们俩 是 后来很多小伙伴看了 都会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那个感动 并不是因为掉眼泪 是因为真诚吧 在那个时候 好像淘宝 是 对 淘宝赞助 我那时候也想去 我跟他说 我也想去 没有人 没有女朋友 你那时候 为成年吧 没有女朋友 然后就没女朋友 那我就看了那个 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淘宝赞助了这次活动 并且去了 七队 还是什么 七队 因为前阵的问题 就是承包了他们所有的费用 然后整个也有一些 官方的一些宣发 我就觉得 做得很好 等到我哪次想要结婚的时候 不知道他也没有赞助 哇 我们可以一起搞一搞 好棒 我们可以策划一下 你们有什么想要对 咱们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些 LGBT也去 聊的一些都 我觉得我比较 就是我比较 一本正经的那种大书 因为现在很多年龄后 他们可能对情感 对社会的认知 可能跟我不一样 但是爱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核心的东西 还是不会变的 你在这种关系里面 你爱对方 然后你互相的这种支持 责任 无论是到什么时候 都不会变 可能交友的形式 从渔场 到了什么APP 也许以后还可能 变成其他的形式 但是最后你人与人之间的 那种真情的部分 就当我们自己的这种 伴侣之间的这种 这种真实的这种感受 这种爱的部分 它其实是丰富了 你作为一个人的 无论对你自己的 魅力之言 或者说你自己 作为一个个体 你是被爱 或者你充满了爱的 这个能量的时候 其实你走出去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时代 有时候 可能不稳定因素太多了 现在年轻人 可能会有点 有点盲目 比如说时代变化很快 或者变得很奇怪 回归内心 还是蛮重要的事情 相信情感 只要相信它 然后回归到这个精神 或者心灵的层面的时候 也许时代在变化 但是我们会舒适一点 所以我会不会 那么害怕 我本来最近 不是很相信爱情 但是刚刚听到两位的分享 我感觉我又重新 相信爱情 并且期待我们的婚礼了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